憲法法庭日前為死刑 設下門檻 是引發了社會的關注 新北校園割警案受害者家屬就質疑 加害者可能會以精神障礙為由 逃避死刑 也批評法官已自覺才能判死 形同一票否決權 欄偉要求法務部 儘速執行死刑 也提出應該把無期徒刑 分為三級 最嚴重的終身不得假事 死刑事件案 憲法法庭 雖然宣判部分核縣 但也為死刑設下門檻 新北校園割警案的受害者家屬批評 加害者被認定精神障礙 就不能判死 恐怕會成為犯罪者的免死金牌 也批評法官要以自覺才能判死 沒有考慮到受害者的生存權 已先被剝奪 請不要用精神障礙來作為費死的藉口 這應該算是另一類的一票否決權 他自己已經剝奪他人的生存權 自己不遵守法律 就不能接受憲法的保障 國民黨立委吳宗憲認為 大法官為死刑設下重重關卡 形同實質廢死 抨擊目前無期徒刑 只要刑滿25年就有機會假釋 原先應該永久跟社會隔離的人 卻可能重返社會 恐怕讓犯罪率攀升 建議應把無期徒刑分為三級 刑滿25年可假釋 40年才可假釋 以及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那扣掉這些人再押的時間 大家知不知道 當他們在被判無期徒刑的時候 他們不用幾年就可以申請假釋 如何把配套措施 透過修法的作為 把它完備化 這才是立委的職責 立委要做的 不是挑動社會的對立 首先部分我們就依法處理 那修法的部分 我們就是會按照 宣判制的意志來妥協議 吳宗憲強調 不排除會集結民意 上街頭表達意見 甚至提反費死公投 立委表示正在研議修法 降低冤獄的可能性 也會避免罪犯磚漏洞 逃避刑責 記者綜合報導